台南市区与会理事长林士杰 跟朋友打算去爬山 家人开皮卡过来 林士杰从后车斗 拿下一个狗容 站在人行道等车子瞧好 一名谋面男子 突然从路口转角冲过来 对着林士杰疯狂开枪 第一时间他枪口 就朝着林士杰的头部 看到人倒地后 改成双手持枪 狂扣扳机 不到几秒的时间 他就狂奔逃到对街 开车逃逸 转角处的另一个监视器 则是路道 枪手躲在角落 确认林士杰人出来 就快步冲刺 上线开枪 开完枪之后 枪手快步冲过对街 消失在画面之中 而林士杰被紧急送一 抢救半小时左右 就宣告不治 发现11颗弹壳 发现死者 颈部 胸枪 肩膀 手臂 均有枪伤 检方经过解剖出判 经部胸枪是致命箱 而枪手6秒内开了11枪 林士杰身中6枪 重弹部位全是上半身 就是要置人于死地 枪击现场旁边停放的计程车 也被波及 车头和后车窗都有破损 看来并非11枪 枪枪都打在死者身上 目前初步看影带的状况很像是 但是详细的状况 都还是要由我们见识的人员 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呆徒游备而来 就是要取林士杰的性命 检察官也将会对林士杰的遗体 进行电脑断层扫描 并进一步解剖 枪手笑若有没有共犯 都是追查重点 警方要全力弃凶 东森市务黄瑞玲 王子明林玉顺在台南报导 现实人员来回搜证 林士杰枪击案 歹徒作案的车子被巡获时 已经被烧毁 台南市消防局势 在清晨5点54分接获通报 换句话说 歹徒作案后没多久 就烧车弃图湮灭证据 因为警方在副驾驶座 找到行凶的枪支 这是一桩计划好的谋杀案吗 调出林士杰遇害前 住家的监视器画面 每周一三五 清晨五点多 他就会出门爬山 歹徒显然观察过他的作息 案发前15分钟 5点29分 穿着黑色上衣 牛仔裤的枪手 就出现在林士杰 住家20公尺外的 转角埋伏 5点44分行凶 开枪后 他快跑逃到对街 之后开车过来 从旁边的巷子离开 一连串的行凶路线 一切都在歹徒的计划之中 凶贤当时就是躲在 这个广告招牌后方 往骑楼方向看过去 发现林士杰从家门口出来 正要去爬山 立刻冲上前开枪 从对面的角度来看 凶手就躲在 转角处的招牌后方 观察林士杰在家门口的动静 从这个视角看过去 正好可以看到 林士杰的一举一动 四季下手 随着附近的监视器画面 一一曝光 歹徒的作案计划也更加清楚 从枪手的装扮 他戴墨镜 口罩 帽T套头 刻意掩盖面容 对林士杰开枪后 快跑到对街停车的地方 把车开走 从旁边巷子逃逸 再到案发地点 七分钟外的新建路停车场 烧车灭机 连作案枪支也想一并烧掉 但凡走过并留下痕迹 警方根据这些激震 拼凑出案情 要追查枪手犯案时 有无同伙 或者背后是否有人唆使买胸 东森新闻王子明 黄瑞玲 林玉信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插播最新的消息 台南市议员林依婷 刚刚在脸书上 有最新的发文了 她是谁呢 因为她的父亲林世杰 她不但是台南市 于会理事长 而且也是绿营的要角 不过在今天清晨 遭到了枪极身亡 所以女儿才会发文表示 外界跟媒体有相当多的揣测 都不是事实 同时也说 本来年底林世杰就要当阿公了 可以抱到可爱的孙子 如今却来不及了 这是她最悲伤的事情 被枪上的林世杰 曾经选过市议员 当时市长黄伟泽 牵起她的首助选 两人频频同框 林世杰从未掩饰 从政的渴望 明南当上议员 她在余会耕耘 还把女儿林依婷送进市议会 靠的就是她在绿营派系的关系 曾经在正副议长会选案中 和邱莉莉一起全身而退 林世杰与邱莉莉有革命情感 加上女儿是市议员 邱莉莉二话不说 要帮忙智商 实际上林世杰 因为与郭再卿是好友 一度被归为亲姻戏 竞选市议员时 还获蔡英文亲自授旗 不过在女儿担任 黄伟泽市长秘书时 又跟黄伟泽走得近 被视为亲市长派 随着政治环境变化 女儿力挺立委林俊宪 竞选下届台南市长 林世杰又向赖系靠拢 这是余会理事长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但是基本上她没有选举以后 就很少看到她 不止林俊宪低调回应 林世杰枪击案 其他绿营立委都三肩齐扣 但地方人士都知道 林世杰跟着女儿选边站 面对旅创选票 新高的立委陈廷飞 属于赖心的林俊宪 想赢得党内初选 林世杰绝对是民间得力的助手 随着林世杰被枪杀 是否会撼动 下届台南市长选情 有待观察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好 至于带来关心的是 今天震惊台南的枪击案件 这是台南市的余会理事长 林世杰的枪击案件 现在我们掌握到 是凶险犯案之后开车 离开之后把车放在处停车场 而且还纵火烧车 最新的侦办进度 请林玉信来告诉我们 那么余会理事长 林世杰遭到枪击身亡的事件 目前最新的案情进度 就是嫌犯作案的车辆 是在5点54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被 嫌犯是已经开到这个新建53巷的这个停车场 他停下了之后呢 并且在车内是泼洒了去制油 那么一把火燃烧了之后呢 整个车子里面是面目全非 不过呢 警方是在副驾驶座里面 找到一把疑似作案的凶枪 那么来听一下目击者怎么说 我从厨内 这红枪 这红枪 那红枪就放了一厢很大厢 然后有 一个子 他会就倒下了 我刚才那时候放一厢 我如果不知道 我才是一个人的 还有一只停一只 会倒下了 刚才那个来 他说过 他就打一个子 那目击者表示呢 当时是听到了非常大的声响 出去看的时候 整辆车都已经起火燃烧 也因此立刻来报警 不过呢 警方之后赶到的时候 是在副驾驶座上 找到作案的枪支之外呢 这个目击者呢 他并没有发现说 可疑的人士来进出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这个停车场 也就是嫌犯 做把车子弃置在这里的地方呢 最近的这个港口 大概是距离2.5公里 如果他是没有任何 共犯接应的状况 可能步行也要半个小时 但是如果前提是有人接应的话 可能6分钟就可以抵达 最近的一个渔港 有可能因此这样就潜逃出海 不过目前整个侦办进度 包括了车子被烧毁 刚刚烧早的时候呢 在3点钟的时候呢 第6分局是有做出说明 不过针对已经被发现的 作案车辆已经被烧毁 跟任何的案情呢 都是三间其口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 所掌握到的一个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还台北 新闻一把照 接下来的新闻 由我来说跟你听 我们要持续关注的是 刚刚你看到的 余慧理事长林士杰的枪击案件 为什么重要 因为林士杰是在当地 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能想象他清晨出门 就在家门遭到枪击 你从现场来这边看 当时警方慢慢来清点 现场的弹壳 清点了 至少他被开了11枪 而初步的勘验 多数都往致命处打 包括他的头部 颈部跟胸部 尽管紧急送医 仍然是不治 而且嫌犯还在逃 不过我们要谈到的是 这个作案手法 随着监视器曝光 越来越朝预谋犯案来侦办 尤其是你怎么会知道 死者有成孕的习惯呢 第一时间你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死者出门之后 还在车前搬东西哦 直到车子一倒车之后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画面 枪手立刻冲出来开枪 最后还近距离补了几枪 才马上逃逸 这个手法是非常典型的 是置人于死 跟过去这种恐吓的意味完全不同 而现在我们从刚刚的连线知道 嫌犯车毁了 那警方要查 基因的是谁 甚至警方不排除 封锁各大港口 就怕他坐筒子 企图偷渡 7月8号清晨5点40分 台南市余会理事长林士杰 正准备要外出爬山 家人把车开出来 他去后车斗上 把狗笼拿下来 这时一切看来都很正常 就在林士杰站在人行道等自家车倒车时 一名男子冲出来开枪 林士杰被逼到角落 刀地后 枪手又近距离补了几枪 迅速逃逸 林士杰被紧急送医 抢救30分钟后 宣告不治 回到枪急现场 地上还留有好几个弹壳 地方正直要脚 在自家门口遇袭 警方来来回回 做地毯式的缩证 林士杰从家里走出来之后 就是在这里遇到枪手 被近距离开枪身亡 而凶手就是埋伏在隔壁三间 这个棋楼显然早有预谋 枪手不止预谋 恐怕也事先勘察过地形 枪手算好了 开枪将林士杰击倒之后 正好有大招牌遮蔽做掩护 在近距离开枪 目的就是预谋夺命 附近住家的监视器画面 也看得到枪手在案发前 快跑经过这一排联动的透天错 躲在离林士杰住家 最近的一个招牌后面 案发后离开现场 也被拍得一清二楚 显然有人接应 到底是谁想夺林士杰的性命 我们目前初步看到是艺人 但是并不排除共犯 所以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警方在现场找到十一个弹壳 初步断定歹徒至少开了十一枪 在林士杰倒下的地方 旁边巨程车引擎盖也有弹孔 显然歹徒并非每发都中 究竟是谁下的毒手 警方已经掌握可疑车辆 全面弃凶 东三新闻黄瑞林 王子明林玉信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好 到底为什么 这起枪击案件台南关注 甚至全国人都觉得 好像不太对劲 原因是因为死者过去是七头人 从伤之后跨越黑白两道之间 他曾经当过农产公司的总经理 后来当选台南渔会理事长 等于是农渔一把抓 实力非常雄厚 之后跨足政坛实力之后 改为他的女儿林依婷来接棒 也顺利当选了 而最近一起跟他最相关的是 去年的正副议长的慧选案件 他扮演的是一个关键角色 甚至一度被积压境界 之后他是全身而退 表面上他已经退出了民进党 但当地的实权 还是他一手掌握 好 其实跟观众朋友讲 开启凶杀案件 三个原则 情 财 仇 情看起来不太可能 那财呢 我们刚刚提到了 死者过去农业会都有掌握 所以外界开始盛传 是不是跟光电利益是有关系的 过去有88枪都是警告异卫 现在是当街枪击 而这水有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吗 另外一个猜疑是刚刚提到的仇 他过往有背景 是黑道寻仇吗 还是当时议长的会选案件 得罪人呢 这两个动机不仅嫌犯要落网 更要找到嫌犯落网之后 后面的唆使者才能真相大白 登上雪山东风顶 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山顶上流影 他就是林世杰 兴趣是爬山 北大武山他也曾到访过 喜欢走山林步道 也喜欢在山顶上欣赏云海 甚至在去年一月 爆发台南议长会选案时 检方发出鞠票 林世杰一度销声匿迹 说法也是去爬山 所以讯号中断 如今却在8号一早 要跟朋友去爬大洞山 却在家门口遭枪击身亡 林世杰是渝会的理事长 枪手埋伏有备而来 在地的立委得知消息 深感震惊 这个事情当然大家都很惊讶 渝会理事长吧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基本上他没有选举以后 就很少看到他 林世杰交棒给女儿林怡婷之后 嫌少在台面上曝光 但在地方上还是相当有影响力 当初他卷进议长选举案 就是他把蓝营的议员 方一丰请上车 这一回遭枪击 过去就曾传过他有黑道的背景 会是遭寻仇 还是利益纠葛 跟惠循案相关人有关吗 林理事长的接车的时候 那时候我没理 我真的没理 枪击案发生之后 地方上也有耳语 猜测会不会跟光电案有关 喜欢爬山的林世杰 在自家门口遭枪杀 究竟是牵扯什么样的利益纠葛 还是跟人结下什么恩怨 到底跟光电案是否有相关联 外界都想知道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导 台南市余会的理事长林世杰 清晨在自家门口遭人枪击 他的女儿也就是台南市议员 林一婷下午现身 哽咽地表示自己的父亲 没有跟任何人结认 现在判检警能够尽速追查 事情发生了 但是希望大家给我们空间 那我们相信警方可以赶快 赶快来追查 那我们剩下的 就拜托大家给我们空间 谢谢 你有看过那个监视器 认识那个年轻人吗 不认识 不认识 最近有接到有人 没有 一切都非常的平凡 非常的正常 爸爸的作息都很正常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就交给警方好不好 清晨的连续枪声后 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的人生 就此停格 林世杰绰号土机 也是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林怡婷的父亲 还曾经参选过台南市议员 当时黄伟泽牵起林世杰的手 多次服选 频频通框 尽管最后没有选上 也获聘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被视为是亲事长派 如今在自家门口遇袭身亡 黄伟泽只是要在最短时间内破案 面对这样子的凶手的凶残的行径 应该整个社会都是非常的愤慨 那也希望警方尽速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亲凶者生之以防 林世杰遭枪击不只是治安问题 在政坛也议论纷纷 由于他与涉及台南88枪枪击案的 前民进党中指尾郭在清是麻吉 加上去年涉及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案 他涉嫌恐吓蓝营议员一度遭积压禁建 最后全身而退 尽管已经宣布退出民进党 依旧在台南政坛扮演关键角色 林世杰曾经走过江湖 从上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不仅掌握与会系统和地方派系关系深厚 歹徒到底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得要取他庆命 后续有待警方抽丝破茧 东三新闻黄丛群黄瑞玲 王子明林玉信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7月8号清晨5点40分 台南市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正准备要外出爬山 家人把车开出来 他去后车斗上把狗笼拿下来 这时一切看来都很正常 就在林世杰站在人行道等自家车倒车时 一名男子冲出来开枪 林世杰被逼到角落 倒地后 枪手又近距离补了几枪迅速逃逸 林世杰被紧急送医 抢救30分钟后宣告不治 回到枪击现场 地上还留有好几个弹壳 地方正直要脚在自家门口遇袭 警方来来回回做地毯式的缩证 林世杰从家里走出来之后 就是在这里遇到枪手被近距离开枪身亡 而凶手就是埋伏在隔壁三间 这个棋楼显然早有预谋 枪手不止预谋 恐怕也事先勘查过地形 枪手算好了开枪将林世杰击倒之后 正好有大招牌遮蔽做掩护 在近距离开枪 目的就是预谋夺命 附近住家的监视器画面 也看得到枪手在案发前 快跑经过这一排联动的透天错 躲在离林世杰住家最近的一个招牌后面 案发后离开现场 也被拍得一清二楚 显然有人接应 到底是谁想夺林世杰的性命 我们目前初步看到是艺人 但是并不排除 不排除共犯 所以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警方在现场找到11个弹壳 初步断定 歹徒至少开了11枪 在林世杰倒下的地方 旁边计程车引擎盖也有弹孔 显然歹徒并非每发都中 究竟是谁下的毒手 警方已经掌握可疑车辆 全面气凶 东三新闻黄瑞玲 王子明林玉信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登上雪山东风顶 在海拔3000多公尺的山顶上流影 他就是林世杰 兴趣是爬山 北大武山他也曾到访过 喜欢走山林步道 也喜欢在山顶上欣赏云海 甚至在去年1月 爆发台南议长会选案时 检方发出鞠票 林世杰一度销声匿迹 说法也是去爬山 所以讯号中断 如今却在8号一早 要跟朋友去爬大洞山 却在家门口遭枪击身亡 林世杰是渔会的理事长 枪手埋伏有备而来 在地的立委得知消息 深感震惊 这个事情当然大家都很惊讶 渔会理事长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基本上他没有选举以后 就很少看到他 林世杰交棒给女儿林一婷之后 鲜少在台面上曝光 但在地方上 还是相当有影响力 当初他卷进议长选举案 就是他把蓝营的议员 方一丰请上车 这一回遭枪击 过去就曾传过 他有黑道的背景 会是遭寻仇 还是利益纠葛 跟会选案相关人有关吗 林理事长的接车的时候 一阵我不买力了 我真的不买力了 枪击案发生之后 地方上也有耳语 猜测会不会跟光电案有关 尤其是台南市啊 光电利益牵扯那么大 几乎常常开枪 这背后就是利益摆不平 喜欢爬山的林世杰 在自家门口遭枪杀 究竟是牵扯什么样的利益纠葛 还是跟人结下什么恩怨 到底跟光电案是否有相关联 外界都想知道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导 出一个宠物笼 放到家里之后呢 二度要出门准备上 这个朋友的车子的时候呢 突然从旁边呢 冲进一名男子呢 是直接朝他呢 近距离来开枪 那么呢 这个林世杰是来不及反应 根据了解呢 他的中枪的位置呢 多半是集中在脸部 还有胸部 还有这个颈部的部分 台南市区一位理事长呢 林世杰遭枪杀身亡呢 目前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他的住家 他在住家 今天清晨要出去爬山的时候 遇袭了 那么呢 目前监视器的画面 也已经曝光 现在画面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他从朋友的车上 拿出一个宠物笼 放到家里之后呢 二度要出门准备上 这个朋友的车子的时候呢 突然从旁边呢 冲进一名男子呢 是直接朝他呢 近距离来开枪 那么呢 这个林世杰是来不及反应 根据了解呢 他的重枪的位置呢 多半是集中在脸部 还有胸部 还有这个颈部的部分 到底目前侦办的进度是如何呢 我们来听一下警方怎么说 我们目前初步看到是艺人 但是并不排除 不排除共犯 所以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那有什么 之前初步了解 没有这样子 目前还在厘清 还在厘清 所以详细的确定的时候 我们会再跟各位媒体朋友 做一个报告 那最主要是 我们目前有锁定一台车廊 那 详细后续再跟各位报告 那当事人他当时是要去哪里 只知道他要出去 只知道他要出去 那么从监视其实是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警方也研判 应该是只有一个人犯案而已 嫌犯当时呢 他是骑着一把短枪呢 朝这个临视节呢 来近距离开枪 那么根据了解呢 目前可以看到呢 现场监视小组呢 仍然是不断的在踩阵 现场这些号码呢 其实有一些二十几号的一个激震 包括了有蛋壳 甚至有烟蒂等等 那么也包括旁边民宿的这个计程车呢 也有被蛋壳来波及 根据了解 目前至少确定呢 有九个蛋壳 但是他到底被开了几枪 还要再进一步了解 而目前掌握的一个进度呢 其实嫌犯呢 可能就是预谋方案 因为我们掌握到 其实林世杰呢 他平常是有爬山的这个喜好 因此呢 他在今天早上是五点四十分 准备要搭朋友的车 出门去爬山的时候呢 呆徒就埋伏的 发现他出来就冲过来了 朝他近距离来开枪 那么造成他至少中了三枪 那么送一之后呢 半个小时之后宣告不治 那么根据了解呢 林世杰呢 他其实呢 涉嫌了包括了 有这个议长选举的这个案件 他曾经有恐吓过议员方一封 不过呢 最后一审是被无票 一审是无罪的一个状态 那么到底跟其他的 包括光电利益 还有没有一些关联 或者是跟其他人 有一些利益的纠葛 或者是有一些过节呢 目前呢 都成为警方追查的一个焦点 因为呢 其实根据我们掌握呢 其实林世杰呢 他的好朋友就是郭再青 也就是88枪的这个被害人 他背后涉及的这些利益呢 到底是不是他这一次遇袭的原因呢 目前都还要在调查当中 而林世杰呢 他其实之前呢 也选过议员 不过因为失利了 那他就找他的女儿林依婷呢 出来选 那么女儿是顺利的当选了 因此呢 他的女儿 知道这个二号之后呢 目前是不愿意发表任何的一个谈话 那么如果有最新的状况呢 东森新闻呢 也都将随时为您来掌握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台北 警方是在现场地址的态程当中 那么至少呢 已经有九个战壳哦 那么发现说呢 这个林世杰是53岁 他是今天早上大概5点40分的时候呢 从新乐街的这个住处呢 要出外去踏山 在住家的门口呢 找到枪手近距离来开枪 那么一次呢 中了三枪 分别呢 是在脸部 还有胸部 还有颈部 可能在这个范围呢 中了三枪 当时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那么紧急送往永康 骑美医院急救之后呢 抢救半个多小时 仍然宣告不治 目前呢 警方正积极调阅 监视录影带来追查 有没有坚异的共犯 那么根据了解呢 就是林世杰呢 他平常是跟妈妈住在这个 新乐路5楼的这个透天座 他是住在4楼 妈妈住在3楼 那么林世杰妈妈说 他今天还是带儿子的朋友 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才知道儿子已经遭遇不幸了 那么根据了解呢 警方目前研判呢 凶手可能是预谋性的方案 就事先掌握到林世杰的这个作息 那么呢 怀疑说呢 可能是有一些恩怨 或者是有一些过节 因为我们知道呢 曾经选是议员失利的这个林世杰呢 他后来呢 是推女儿出来林依婷 那么也当选 他的女儿呢 就是林依婷 也就是现任的这个市议员 而林世杰呢 他其实也在过去呢 选入了议长选举的这个恐吓案 那么被控被控这个恐吓方一锋 不过一审是宣判无罪的 到底他今天被枪击身亡 是否与这些恩怨有关 还是跟人有什么过节 目前呢 警方都在这一步了解当中 那么根据了解呢 其他住家附近有民宿 那么林在民宿前面的这些计程车呢 也都惨遭波及 有些车子呢 这边也有弹宠的一个状况 目前警方呢 都全力在追查供犯跟主行状案当中 以上是我们所掌握到的一个最新状况 我们把时间交换台北 好 那个现场他们可以看到呢 警方到现场踩件 至少发现有9个以上的弹壳 那么现场是摆了17个位置的方向 那么呢 在停在他附近的这个计程车呢 也都遭到波及 那么住在附近的民宿的游客 是表示说呢 他们并没有听到声音 他们其实是从桃园来的 然后呢 是住在台南准备要回到这个桃园去 没有想到在之前5点40分的时候 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个领事长林士杰呢 她其实她的女儿呢 还是台南市议员林一婷 她今天早上清晨5点40分左右的时候呢 要从家里面出盘 准备要去查单的时候 在住家门口 遭到枪手并置离来开枪 胸口呢 一次至少中了三枪命围 那么在6点19分的时候呢 已经被送往永康奇美医院来执救 不过抢救半个小时之后就宣告不是 那么警方目前呢 政教院附近的监视器来追查有没有一些接应的共犯 那么根据了解呢 平常呢林士杰的作息呢 都是相当的固定 那么警方研判呢 这个凶手呢 可能是持短方来作案 而且研判是预谋性的犯案 事先有掌握他的措施 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就锁定了他 并且朝他来开枪 那么目前呢 除了追查这个接应的共犯之外呢 那么其实呢 林士杰他之前曾经转入了 一档选举的这个口案 曾经5万人交办 我离去 你像这 感谢观看